大家好,最新的一个消息 美军原本准备在今天6号发射的 洲际弹道导弹民兵3发射失败了 原本计划在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间基地 发射的民兵3型导弹 因无法确认的原因 导弹没有出舱 空间基地从发射舱陆基的 民兵3发射舱出舱 结果可能按下电钮以后没有出舱 这个是2021年5月5号 美军向全球发布的公告 里面提到了将在6号到7号 把发射一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实验 那么6号没有发射出去 5号的时候 新闻稿已经发布了 那么咱们6号 我一直在等待这枚弹道导弹发射 正在等成功的消息 结果没有成功 让我很意外 我以为民兵3每次都是成功的呢 那这一次我等到了一次不成功 看来美国的国防 美国的洲际弹道分案 也是有瑕疵的 并不可靠 那这个发射中断 具体是什么原因 美国国防部 还有美国的 这个司令部新闻 新闻稿中没有提到 只是说发射突然中断 具体什么原因中断 没有说 现在呢 我也是等各种消息 有的消息 我再跟你说 那现在评估呢 可能是一些这个技术原因 造成了民兵3 这次不能发射 可能是技术原因 美国这个国防部 之前曾经警告 在5号到6号之间 将从范登堡空气地 向太平洋 叫跨甲林实验场 发射民兵3周一导弹 那飞行大概是7770公里 从加利福尼亚 飞到这个太平洋 2月23号的时候 我曾经报道过 2021年2月23号时候 民兵3周一导弹 曾经成功的试射过一次 但是这枚导弹 没有装这个实际的弹头 装的是这个模拟弹头 飞行了6760公里 在太平洋中部一个测试点 击中了预定目标 民兵3导弹 大家知道是美国陆基的 主力弹道导弹 也是美国的陆基 唯一一款弹道导弹 70年服役 最大射程13000公里 那么现在呢 它并不 这一次的失败 并不是说 这个民兵3导弹的问题 也可能是发射井技术问题 现在我没有从美国方面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 只是说因技术原因中断了发射 让我很失望 本来想看一看美国民兵3 它这个整个弹道 还有它的这个实验 这次实验可能是测试它这个变轨 都想看一看 但是没有发射出去 你不能说是民兵3本身的问题 可能民兵3导弹没有问题 但是民兵3可能是这个信号问题 或者是外部的一些技术原因 突然中断了这个发射 如果技术能解决 它可能会重新发射 但是现在得等美国官部重新通知 什么时候发生